下一個提醒就是 稀釋 這個我們以前在重量百分濃度的時候做過 你還記得當初我怎麼解決的嗎 糖水加水糖不會變對不對 稀釋前等於稀釋後 溶質木耳素不變 所以你就算木耳素 問題怎麼算木耳素 剛剛算過了怎麼算木耳素 木耳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所以木耳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就是溶質木耳素 用稀釋前等於稀釋後寫個等號 所以 左邊是稀釋前五大案乘體積 右邊是稀釋後 然後乘體積 那因為我加水四百 本來一百再加水四百 所以會變成五百 然後就計算 有一些人很聰明 你可以用筆的方法算出來我沒有意見 那兩大案 變成一公升濃度變多少 我說過有些人聰明他用筆的方法都知道了 我隨便你 但是你給我告訴我要答案多少 三位大哥 二十三 一號三號 一號三號二十三號上來 小心不要弄到我的鏡頭 不要弄到我的線 三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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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就像當年算重量百分濃度的時候 有一些補習班老師叫的方法 就是公事代兩遍 代第一次 代第二次 公事代兩遍 我隨便你 都可以 只要你看得懂 只要你看得懂 你是怎麼做出來的就可以了 好 我教的是西事前等於西事後 你要公事代兩遍也OK 西事前等於西事後 墨濃度成容易體積 西事前兩大案體積100除以1000換公升 西事後不知道幾大案變成一公升 水蒜完之後 0.2大案 這一題 這一題是倒過來 我已經知道西事後 要問西事前有多少 但是意思是一樣的 我已經知道西事後 要問西事前有多少 好 我們找 帥哥美女 剛才是兩女一男對不對 那現在就兩男一女 女生找14號 男生還有 男生快沒有了耶 男生2834 上來 男生2834上來 就這個這個這個 我這裡給你 我告訴你你把現在我期待了嗎 陳凱鴻喔 陳凱鴻你給我寫我不會了 你給我扶到我 我這樣喔 你是重點愛心的 還有一個嗎 是 你講蠻噁心的 是不是講這種 好 就抄你了 為什麼 0.08嗎 0.08 0.08除以0.04會變成0.02 對 你是除以 你是2 2 都厲害了啦 我哪都厲害了 我也不會寫 不會啊 這也是公事代兩遍 你那麼差掉 你第一次寫的 是公事代兩遍 你現在拿錢相等嗎 你第一次寫的事跟他一樣 公事代兩遍 你第一次寫的事跟他一樣 公事代兩遍 我家的一樣 叫做 寫箱的 西事前等於西事後 因為題目是問毫升 所以你寫0.02是錯的 0.02是公升 我們用的是 我們用的是 西事前等於西事後 墨數就是 墨濃度乘以容易升數 所以寫個相等 西事前西事後 相等 所以算出來 20號升 除一千是為了換工生的關係 除一千是為了換工生的關係 只有是我們的練習十五 好就是為你西事的做法 就是西事的 我們這類似體以前 重量百分重度也做過 想法是一樣的 OK